全能神说 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洁净 让人能够有变化 借着话语的审判刑法 借着熬炼 脱去败败得着洁净 这部工作 与其说是拯救的工作 倒不如说是洁净的工作 实际上 这部也是征服的工作 也是第二部拯救的工作 人被审得着 是借着话语的审判刑法打到的 借着话语熬炼 审判 揭示 把人心里所存的那些杂志 观念 存心 或者个人的盼望 都给显示出来了 现在的征服工作 就是借着你们的悲逆性情的衬托 而达到国效 也就是第二次刑法审判的高峰 就是为了达到用你们的误会被你来做衬托 从而让你们都看见神的公益心情 当你们在第二次的审判刑判刑法中再次顺服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公益信心向你们公开显明 也就是你们今晚衬托托物的本分的时候 并不是有意给你们扣帽子 而是借着你们做效力者来做第一次征服工作 显明神的公益不可触犯的性情 借着你们的衬托 就是借着你们的悲逆来做衬托物 达到第二次征服工作的国效 将第一次为完全显明的公益性情的全部 都向你们公开 让你们看见这所有的公益性情 看见所有的琐事 及做工的智慧 奇妙 圣洁五五点 这样的做工国效 都是借着不同时期的征服而达到的 也是借着不同程度的审判达到的 阿们 我交通一点自己在衬托物试炼期间的经历 好 一九九三年初 当时我在教会尽教官本分 由于中共政府疯狂镇压抓捕基督徒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被抓捕的威胁 虽然环境恶劣 我也没有退缩 仍然坚持尽本分 尤其看到神的话说 爱神的人才是能见证神的人 才是神的见证人 才是被神祝福的人 才是能承受神应许的人 我更是满怀信心 追求成为爱神的人 就觉得 这样追求能蒙神称许 以后肯定能进天国 做神国中的子民 就在我热心花费 满以为自己有把握进天国时 全能神发表话语 把我们带入了衬托物的试炼 三月的一天 弟兄姊妹把神发表的新说话 征服工作的内幕医 送到了我们教会 我看到神的话说 现在就是借着 在中国这些人身上的做工 把这些人的背逆性情 都显露出来 把这些人的丑相 都揭露出来 借着这些背景 把所有的话都说完 之后 做下不征服全语的工作 借着审判你们 来审判全语之人的不义 因你们这些人 是人类背逆者的代表 如果走不上来的 就成了衬托物了 就成了效力品 走上来的是被使用的对象 为什么说 走不上来的就是衬托物呢 因为现在做的工 说的话 都是针对你们的背景说的 你们成了全人类中 背逆者的代表 典型 以后要把征服你们的这些话 拿到外国 去征服外国人 而你却并没得着 你不就属于衬托物了吗 你没有生命 没有一点精进的成分 仍是老旧的败坏性情 做衬托 都不是好衬托物 能不淘汰你们 看到神的话中 多次提到衬托物这三个字 我就特别敏感 心想 衬托物 以往神的话里提到过衬托物 但那不是指大红龙说的吗 我信神 为神撇起花费 还追求爱神 应该是天国子民呀 怎么会是衬托物呢 我又仔细地读了一遍神的话 看到神说我们中国人 败坏最深 抵挡神最严重 是全人类被逆者的代表 跟随神的人 如果到最终没有变化 没得到生命 就是神做工中的衬托物 都是被神淘汰的对象 看着神的话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我是衬托物 不可能吧 如果真是衬托物 那还能进天国吗 没过多长时间 看到神交通说 因着你们的弯曲诡诈 因着你们素质差 地位又低 我从来没有把你们看在眼里 从来没把你们放在心上 我做工 只是有意来定罪你们 我手一直没离开你们 我的刑法一直没离开你们 对你们一直是审判 咒诅 因为你们对我并不认识 所以我对你们的愤怒 一直没离开 虽然我一直做工在你们中间 但我对你们的态度 你们应该知道 只是验证 并没有别的态度 没有别的看法 我只是要让你们 来衬托我的智慧 我的大能 你们只是我的衬托物 因我的公义 是借着你们的悖逆 显明出来的 我让你们做我工作的衬托物 做我工作的附属物 看到神明确地说 我们就是衬托物 是神做工的附属物 而且神对我们的态度 只有恨 只有验证 我一下就懵了 就感到被神撇弃了 心里特别痛苦 怨言也出来了 心想 信神这些年 我撇甲舍业 为神花费受了不少苦 还经历了效力者的试炼 死的试炼 现在又开始追求爱神 原以为 进国度做子民 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没想到 我竟然是衬托物 是效力品 衬托完神的公义性情 还得被淘汰 那我这些年的付出花费 不就白打了吗 亲戚朋友知道了 会怎么看我呢 当初我信神撇甲舍业 他们不理解 还挖苦讽刺我 我当时就想 得好好信神 等神的工作结束 大灾难降临 我被带进天国 那时我就可以 扬眉吐气了 让他们都蒙羞 那承想 最后就落得个衬托物 衬托物没有生命 属于废物 连效力者都不如 效力者还能为神 效点力 享受神的恩典 祝福呢 哪怕让我做一个 效力者也行呀 不管怎么说 也比衬托物好听吧 那几天 我满脑子想的 都是衬托物 就一个劲地琢磨 我怎么就是 衬托物呢 我怎么就生在了中国呢 要不是大红龙 把中国人败坏得这么深 我又怎么能 做衬托物呢 本以为 马上就能进天国 做子民 享受神的应许 没想到到头来 是一个衬托物 我越想 心里越难受 眼泪就止不住地 流了出来 既然事实是这样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认命吧 接下来 虽然我也聚会 也尽本分 但心里却提不起劲 跟神祷告 没有话说 唱歌也唱不起来 读神的话 也没有开启 就觉得 反正也是衬托物了 再追求 又有什么用呢 最后 不还是被撇起淘汰 下无底深坑吗 我心里啊 就特别地消极痛苦 一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 想到神梦社做工 发表了那么多话语 一直在浇灌 供应我们 还做工 试炼熬炼 捷径我们 尤其想到 经历效力者的试炼 当时 虽然神拨得了 我们肉体的盼望 咒诅我们 下无底深坑 但都是话语的试炼 也并没有事事临及 是 正是在那次试炼中 我才对自己 信神得福的存心 有了一些认识 对神公义的性情 有了一点体会 就看到 不管神怎么做工 都是为了洁净 拯救我们 是 又想到以往 在神面前立下的 甘愿为神效力的心智 心里就有些受责备 也有了一些动力 就觉得 不管是效力者 还是衬托物 为造物的主尽本分 天经地义 不管神以后 怎么摆布安排 哪怕效完力 没有结局 我也得笑到最中 是 就这样 我继续坚持尽本分 但因着不明白 神的心意 一想到做衬托物 没有生命 没有结局 心里还是有些 消极难受 四月初 我们又收到了 神的心说话 我看到神的话说 在你们的追求中 个人的观念 盼望 前途太多 现在这样做工 就是为了 对付你们的地位之心 对付你们那些奢侈的欲望 就这些盼望 就这些盼望 地位 观念 都是撒旦性情的典型代表 人心里存在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撒旦的毒素 一直在俯视着人的思想 人始终未能摆脱撒旦的这一诱惑 活在罪中 却不以为罪 而且人还认为 我们信神 神务必得给我们福气 务必得将我们的一切 都安排妥当 我们信神 就得高人一等 就得比任何一个人 有地位 有前途 既信神 神就得给我们 无穷的祝福 否则就不是信神 多少年来 人类于生存的思想 俯视着人的心灵 以至于人变得奸诈 懦弱 而又卑鄙 人不仅没有毅力 没有心智 而且变得贪婪 骄纵 根本没有一点 超脱自我的心智 更没有一点 摆脱着黑暗权势 挟制的勇气 人的思想腐化 生活腐化 以至于人信神的观点 仍是丑陋不堪 甚至人信神的观点 一说出来 简直是不堪入耳 人都是懦弱 无能 卑鄙而又脆弱 对黑暗势力 不感觉厌憎 对光明真理 不感觉喜爱 而是尽力驱逐 神的话 一针见血地 把我的撒旦性情 和烂以生存的思想 都揭示了出来 我感到蒙羞惭愧 回想起初信神 我就是为了得福 就认为既信神 神就得给我们 无穷的祝福 否则就不是信神 是 经历着效力者的试炼 死的试炼 我对自己得福的存心 有了一些认识 愿意为神效力 但我内心深处 得福的欲望 还是根深低估 没有彻底得到解禁 尤其看到 神对爱神之人的 祝福应许 我得福的欲望 又开始蠢蠢欲动 认为这次进天国 有把握了 就更加热心地 为神花费 当神揭示我们 是衬托物 是附属品 是神验证的对象时 我就感到 自己得福的希望 破灭了 前途地位都没有了 心里就十二分地委屈 满了怨言 还把以往的撇起花费 当资本 跟神讲理较量 非得让神打宝票 保证以后让我进天国 才肯继续为神花费 这时我才认识到 自己的地位心太重了 奢侈欲望太大了 对神没有一点 真实的爱与顺服 都是交易索取 悖逆欺骗 在事实面前 我心服口服 看到自己 被撒旦败坏太神 狂妄自大 弯曲诡诈 自私卑鄙 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也看到神圣洁公义的性情 不容触犯 就我这么败坏的人 里面这么多存心掺杂 败坏性情 怎能不让神验证呢 神怎么称呼 怎么对待 都是公义的 接下来在聚会中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您多看看 这段时间 神发表的这些话 在对照自己的所作所行 一点不差 就是尘托物 或真价实 现在 你认识到什么程度了 你的意念 你的心思 你的形式 你的言谈举止 所有这些表现 不都在衬托神的公义与圣洁吗 你们的表现 不正是神话里 所揭示的败坏性情吗 借着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存心 你所流露的败坏 来显明神的公义性情 显明祂的圣洁 同样 生在污秽之地 它一点不沾染污秽 跟你生活在同样污秽的世界当中 它有理智 有见识 它验证污秽 甚至 你的那些言行举止 你自己发现不了的污秽的东西 它都能发现 都能给你指出来 以前你那些老旧的东西 没教养 没见识 没理智 落后的生活方式 借着今天一揭露 都显明出来了 神来在地上这样的做工 人才看见了祂的圣洁 与祂的公义性情 当然 不是有意让你们做衬托物 而是这工作有了结果 才显明人的悖逆 是神公义性情的衬托 你们正是因为做了衬托物 才有了机会 来认识神公义性情的自然流露 因着你们自己的悖逆 你们受了审判 也受了刑罚 但你们也是因着悖逆 而做了衬托物的 因着你们的悖逆 而得到了神赐给你们的 极大恩典 就是你们的悖逆 衬托了神的全能与智慧 你们也是因着悖逆 才蒙了这么大的救恩 得了这么大的祝福 虽然你们屡次受到了我的审判 但你们得着了前人 未得着的极大的拯救 这工作对你们来说 是太有意义了 就这衬托物对你们来说 也实在是太有价值了 你们是因着做衬托物 才蒙了拯救 得着了救恩 这样的衬托物 不是太有价值了吗 不是太有意义了吗 你们是因着与神 同样活在一个境界中 同样生活在污秽之地中 才做了衬托物 才蒙了极大的拯救的 若不是道成肉身 有谁能怜悯你们 又有谁会看顾你们 这些低贱的人呢 谁会顾念你们呢 若不是道成肉身 做工在你们中间 你们到何时才能得着 这前人从未得着的救恩呢 若不是我道成肉身 来顾念你们 来审判你们的罪 你们不早就堕落阴间了吗 若不是道成肉身 降悲在你们中间 你们又有何资格 做神公义性情的衬托物呢 虽然借着衬托物 来征服你们 但你们该知道 这救恩 这福气 都是为得着你们 是征服 也是为了更好的拯救 衬托物是事实 但你们是因着你们的悖逆 而做了衬托物的 从而得着了 别人从未得着的福气 今天让你们看见 让你们听见 明天让你们得着 更让你们承受 更大的祝福 这样的衬托物 不是最有价值的吗 感谢师父 是 感谢师父 从神的话中啊 我明白了衬托物的含义 我们生在中国 被大红龙教育 熏陶败坏了这么多年 心里充满了撒旦哲学 无神论 进化论 等等谬论鬼话 所思所想的都是恶 都是违背真理的 是啊 但我们却意识不到 还认为自己是好人 是合神心意的 全能神一针见血地 把我们的狂妄 诡诈 自私 贪婪 邪恶这些撒旦性情 都解释出来 又借着事实的显明 让我们心服口服 当神发表真理 审判揭示我们的败坏时 神恨恶罪 恨恶邪恶的公义性情 就自然发表出来 我们都看见神的圣洁 看见神的公义性情 不容触犯 我们的败坏邪恶 就成了神公义性情的衬托 同时我也看到神话语中 饱含着对人的爱与拯救 尤其神说的 若不是道成肉身 有谁能怜悯你们 又有谁会看顾 你们这些低贱的人呢 谁会顾念你们呢 这句话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揣摩着神的话 我甚至道 神没有因着我们误会败坏 而撇弃淘汰我们 反而怜悯了我们 这些被撒难败坏 苦害致死的人 为了拯救我们 神亲自道成肉身 认识着天大的屈辱 做工在我们中间 发表真理 搅拌共赢 审判揭示我们 虽然神揭示我们是衬托物 但神的心意 并不是要淘汰我们 而是为了使我们 认识自己里面的地位心 前途盼望 认识自己狂妄自大 自私贪然的撒难性情 能够追求真理 拖去这些败坏 蒙神拯救 这是神对我们 实时计计的爱与拯救啊 阿们 明白了神的心意 回想自己对待神的 种种表现 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本是一个 小小的受造之物 被撒但败坏得这么深 又污秽又低贱 能为至高圣洁的神 做衬托物 有机会经历神的做工 看见神的公义圣洁 这是神对我极大的恩待啊 阿们 若不是神道成肉身 来在我们中间说话做工 我哪有机会 明白这么多真理 哪有机会 认识神的公义性情呢 可我不但不感谢神 竟为了一个 衬托物的称呼 跟神讲理较量 我哪还有一点 人性理智 认识到这些 就感觉到 自己被撒但败坏太深 亏欠神太多 我愿意向神悔改 不管神给我什么称呼 不管我自己以后的 前途归宿如何 我都要顺服神的摆布 好好追求真理 追求性情变化 这是 是 这是 经历了衬托物的试炼 我对自己得服的存心 和撒但性情 有了一些认识 也认识到 不管我们地位高低 都只是一个 小小的受造之物 无论什么时候 都应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阿们 就是做衬托物 为神效力 也要赞美神的公义 好好追求真理 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 该做的见证 好 谢谢 这个好 谢谢 我想到 当时常唱的一首诗歌 我只是造物主所造的 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 是所造人类当中的一个 是你造了我 今天又把我放在 你的手里 任你摆布 我愿意做你的工具 愿意做你的衬托物 因这一切都是 你明定好的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万事万物都在你的手中 阿们 感谢神 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